新北市新增兩名確診 九名居隔陽性 這當中有六個人是中和的 某公寓住戶 一個人是住在中和的 勞保局員工 而市府也呼籲附近的民眾 要出來盡情篩檢 至於針對勞保局的員工確診 已經有裁檢職場的六十八名 員工都是陰性 而臺北市新增三例確診 當中有一位是台營的 館前分行貴員 一共匡列四十七人 不少民眾前來中和 警符裡的市民活動中心 這連續三天都設有機動篩檢站 提供有疑慮的民眾 趕緊來採檢 新北市府呼籲民眾 踴躍出來篩檢 因為新北二十九號新增 兩確診就居隔的陽性案例 其中六人住在中和 同一棟公寓的一二三樓 有三人為同一家人 目前公寓已清空 十二戶三十一人 還有兩人等待採檢結果 指揮中心指出 同一公寓出現六名確診 不排除有透過環境傳播的可能 會請專家進一步釐清 請環境的專家再去檢視一下 他們願意配合來檢視一下 裡面相關不管是排水預測 通風等等的對環境 再做進一步的檢測 新北還有另一名確診者 是家住中和的老保局電話服務中心人員 這名五十多歲女性 因喉嚨痛 肌肉酸痛去採檢確診 CT值達十八點一 與日前一名確診者 有捷運站的共同足跡 感染源尚待釐清 而她打過三劑疫苗 屬突破性感染 二十八號 老保局緊急採檢同區域上班的六十八人 全數陰性 而臺灣銀行的管前分行 二十九號正常營運 不過前一晚進行清銷 因為有一名二十多歲桂園確診 上週她休產前假 後來出現喉嚨痛等不適症狀 送醫採檢陽性 目前仍在醫院隔離治療 與她密切接觸共匡列四十七人 採檢結果尚會完全出爐 而在臺北市的一所國中 二十九號也有兩百多位師生 進行採檢 十五個班 及視訊教學 因為有一名教師 為海大確診教授的家屬 另外南港一所學校 與內湖一所國中 也因為有家長確診 兩所學校進行採檢 記者臺北新北綜合報導 大學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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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院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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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大学院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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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